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抑郁症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 世界卫生组织的恐惧 抑郁情绪积聚在体内 找不到宣泄的出口怎么办 实在郁门没有办法宣泄 你也可以大哭一场 想要远离抑郁的困扰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一定要回归自然 回归到快乐生命的摇篮 多见太阳 北京中药大学教授郝万山 从中义文化的角度 为我们说健康 第二步 敬请关注第十集 和异域说再见 1991年1月4号 一条新闻震惊了全球的华人界 台湾著名的作家三毛 自杀身亡 1996年12月12号深夜 著名的老作家徐迟 在武汉同济医院的高干病房 从六层楼的窗户上飘然而下 接受了他的一生 徐迟老师既是作家又是诗人 他曾经写过的 哥德巴克猜想震惊了中国的科技界 这两位著名的作家 都是因为抑郁症 而以特殊的方法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抑郁症盯上的 并不只是作家明星明人 世界卫生组织 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证说 目前全世界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 在中国有3000万 同时还有大量的抑郁情绪 或者抑郁倾向的人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 抑郁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 估计到2020年 它要超过恶性肿瘤 占据人类疾病的第二位 第一位大家都知道 那是心脑血管病 所以精神抑郁症早已经成了一个常见病 甚至超过感冒 就像感冒一样常见了 在2001年的春夏之交 有一天 我在门诊 一男一女两个人掺着一个中年女士 缓缓地走进了诊室 后来听这位男士说 我们才知道 男士是这位病人的先生 那位女士是这个病人的妹妹 这个男士把病人的两颗胳膊 放在诊砖的脉诊上 就这样一个姿势 我们看着他在那坐着 既不协调也不舒服 可是我看病的整个过程 大约15分钟多一点点 这个姿势从始至终 他就没有动过 他就没有再动过 你看全身木讷 僵硬到这个地步 病人的脸上满脸愁容 目光呆滞无神 我看着他忧郁的 无神的眼睛说 我说你怎么不舒服啊 我静静地等着他的回答 足足过了一分钟 看着他整成容都让几下 最终没有吐出一个字 没有说出一句话 他先生说 三个月前 这位女士得过一次重感冒 感冒好了之后 就出现了严重的失眠 常常几天几夜睡不着 那么随后呢 就逐渐逐渐地情绪低落 高兴不起来 郁闷得不得了 那么再以后呢 就是心烦 浑身没劲 早晨起不了床 思维迟钝 注意力不集中 干脆就请假 没有办法工作 整个上午就在床上躺着 整个后背 像压了个大漠牌一样 又沉又重又疼 不舒服 所以先生就给他刮刮杀呀 把罢罐啊 按摩按摩呀 什么作用都没有 还常常自责 常常内疚 当孩子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 因为我没带好孩子 没有刚刚孩子 辅导好功课 所以孩子这次没考好 因为他闹病 先生就常常陪着他去看病啊 或者请假在家照顾他呀 他就说 哎呀 因为我 吐了先生的后腿 使得不能好好工作 我要死了呢 先生就解脱了 所以天天嘴里说这个死 所以家里的人就更紧张 更害怕了 于是就轮流地请假 在家里看着他 那先生接着说 他根本就不知道饿 你不叫他吃饭 他就永远不 不知道吃饭 你就是把饭端到他跟前 甚至喂他 他就是吃一点点 说这三个月 体重降了十多公斤 原来胖胖的 现在你看脸都成这个样子了 不过奇怪的是 等太阳落下去之后 他身上轻松了 说话也多了 甚至可以下地做点家务了 甚至还可以看看书 看看科研文件了 我看到了病人的情况 听到了他先生的讲述 其实我心里已经明白了 这就是一个精神抑郁症 这位中年女士的 所表现的这个现象 和她的先生的描述 这就是精神抑郁症的临床表现 精神抑郁症是西医的病名 这个病的全称叫精神造狂抑郁症 那么精神抑郁症呢 是精神造狂抑郁症的抑郁发作 通常表现为情绪低落 思维迟钝 源于动作减少三恋症 那么在发作期间 情感忧郁 愁容满面 悲观厌世 自责自罪 兴趣减少心烦焦虑 联想和动作迟缓 甚至呆如目击 你看这位女士 从到诊室 十几分钟 到她离开 那个姿势 那个动作就没有变过 尽管我们看着呆着不平衡不舒服 这就是呆如目击啊 动作迟缓啊 但是她还有什么特点呢 沉重 夜清 春季容易发作 或者加重 她可以伴有头疼头孕啊 世面早醒啊 全身疲软无力啊 这个 那个男士曾经说过 说她没劲 没劲到什么程度啊 在那躺着 手压在胸脯上 觉得闷得慌 可是手自个儿要拿开的话 就觉得连手拿开的劲都没有 这个女士曾经跟她先生说 她没劲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眼前一个酱油瓶子 看着它倒了 连扶的劲都没有 这就是疲燃无力 甚至可以手脚发凉呢 食欲不振呢 体重减轻等等 这些躯体症状 所以这位女士的这些表现 完全符合 精神抑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古老的中医文化中 把五脏六腑的健康和情绪变化 相联系 这对抑郁症的治疗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又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在1984年10月 制定过一个 精神躁狂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那么在这个标准中呢 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有这样两大条 那么第一大条是说 症状以心境抑郁为主要特征 而且相对持久 什么叫相对持久呢 比方说我们临时遇到一件事情 让你很不痛快 比方说你的电脑被人偷走了 你电脑里有大量的资料 你说你能高兴得起来吗 郁闷了两三天 突然想到 没关系 久的不去 信的不来 这些资料 我的同学 我的同事那还可以考过来 你高兴了 你不要跟人诊杂精神抑郁症 所以精神抑郁症 心境抑郁 时间要相对持久 持久多长时间呢 就是说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情绪障碍 至少要在两周以上 原来过去她有过抑郁症 这次犯了 那一两周 不到两周 你知道她过去有过这个病吗 这次发作了 你也可以诊断了 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情绪障碍至少已经持续两周 但是在一日之内 可以有沉重 夜清的节律变化 这个女士正是这样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首次发作者 情绪障碍至少已经持续两周 而且要具有下列九项中的至少四项 我们看看下列九项都是哪些 我们再对照一下这个女士 有哪些 第一条 对日常生活丧失兴趣 或者没有愉快感 第二条 经历明显减弱 无原因的疲倦 软弱无力 第三条 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 或有自杀企图和行为 第四条 自责或者内疚感 第五个 思考能力或者注意力减退 第六个 精神运动迟钝或者积悦 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 食欲不振 体重明显减轻 第九条 性欲减退 在发病这几个月里 通过多家医院的理化检查 能够排除内脏的各种疾病 所以把这位女士 诊断为精神抑郁症 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治疗 我首先要明确 精神抑郁症是心理问题 还是身体问题 如果是心理问题 我们就找心理咨询师 去解说 去引导 使他从心理困境中解脱出来 如果是身体问题 我们就用中药 我们就用西药和其他疗法 让他的身体恢复健康 这位中年女士 通过治疗 病情很快好转 两周以后复诊的时候 就已经不让家属陪着她来了 她是自己来的 那么我就可以很好地 向她了解一下 她过去的健康状况 和她自己发病的感受 我后来知道 她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一直都是优秀的学生 她现在在一个科研单位工作 是一个副研究员 而且还主持一项很重大的课题 参加工作以后 工作认真负责 一项力求完美 而家庭和睦 没有受到过什么挫折 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她是个心理健全的人 就是在三个多月前 一次重感冒以后 出现了严重的失眠 其实伴随着失眠 她就出现了心情郁闷 心烦急躁 越来越重 可见精神抑郁症 对她来说 不是心理因素引起的 而是身体因素 身体上出现了问题 那么大量的临床现象 我们发现 女性的精神抑郁症 比男性要多一些 特别是女性 在月经期 在月经前 在月经后 而主管这项功能的 终于把它叫做肝 叫做肝主疏泻 疏就是疏通 泻就是宣泻 那么肝的主管 疏通宣泻的功能好 忍全身的气 该生的生 该降的降 该出的出 该入的入 它能够流畅通达 所以人体的血液 人体的筋液 人体的水液 代谢就正常 人的健康就有保证 那么精神抑郁症 属于抑郁症的范畴 主要是气瘀 因此我们在治疗上 一定要疏干解密 永热皇帝朱棣夺位成功之后 大明政坛七交世贫乏 才子被杀 正便宜云 遗诏之谜 这一桩桩历史大案的背后 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关于继承人的争夺 更加扑朔迷离 惊心动魄的较量中 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在朱棣离世之后 大明历史又将发生 哪些惊天巨变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朱棣身后那些事 有抑郁症的人 他的抑郁症状 为什么有沉重液菌的现象 日照时间充足的地区 为何抑郁症的发病率降低 现代社会患有抑郁症的人 为什么越来越多呢 另外我们思考的问题之一是 为什么很多抑郁症的病人 是沉重液菌 是春季容易复发 或者春季容易加重 那么这个时间节理 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日照时间短的北欧北美 它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 日照时间长的地中海盐 美国哈佛大学 他的公开课曾经说 2006年 抑郁症的发病率和1960年相比 是1960年的十倍 而且2006年 抑郁症的发病的出发年龄的中数 通过调查把这个年龄加起来平均中数 是14.5岁 也就是说 儿童就开始有抑郁症 这说明怎么回事 人们的生活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1960年到2006年到现在 人们生活最大的变化是 电视电脑进入了家庭 尤其是青少年的业狱娱乐活动 有室外阳光下的运动 转成了室内的电视电脑前的游戏 抑郁症的发病率高 和人们的这样的生活环境 生活现代化 见太阳少 有没有关系 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先谈谈第一个问题 我是怎么思考的 春天的阳光是温暖的 气候是温和的 《黄金内经》把春天的阳光 这个阳气叫做绍阳 因为它和夏天相比 和秋天相比 这个阳光的阳热的量 都是比较小的 所以就把它叫做绍阳 那么在这个阳气的作用下 我们看到了种子生根发芽了 植物的根迅速地向下伸展 植物的枝条迅速地向上展放 所以古人就想了 为什么在春天 植物的营养像根的末绍书松 在向枝条的末绍书松呢 那就是认为 春天的绍阳的阳气 它是怎么运动的呢 它是由中心向四周展发的 所以认为在春季 是这种温和的绍阳的阳气的 展发运动 支配了一切生物的生命活动 于是把这种阳气向 由中心向四周展发运动的 这种气的运动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木形 木头的木 形是运行的形 五行中的木形 就是指春天的阳气的运动去向 如果春天的阳气低 温度低 春天的阳气展发不开 种子不能很好地生根发芽 树木的根长不好 树木的枝条长不好 就会影响植物 一年的生长发育过程 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叫做一年之际再与春 那么《黄帝内经》呢 还有一句重要的话 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是气质长野人也硬质 春天阳气的展发 夏季阳气的上升 秋季阳气的内收 冬季阳气的潜藏 所以这是一年四季 气的运行运动的常规现象 人体内的阳气也是这样运动的 以一日分为四时 如果把一天也看成四季的话 朝则为春 日中为夏 日入为秋 夜半为冬 那么早晨就是春天 中午前后就是夏天 傍晚前后就是秋天 而夜间就是冬天 就一天来说 因卯尘这三个时辰 就是凌晨三点到上午九点 太阳从东方升起 阳光洒满了大地 但这个时候阳光并不强烈 因此这是一天之中的少阳 阳气的运动趋向 也是展发布尘 所以早晨的阳光 也叫木气 于是大地 于是大地就在少阳 木气 展发之力的推动下 由夜间的晨曦状态 转为白天的活跃 兴旺发达状态 如果清晨东方一片乌云 或者地面 一片雾霾 少阳木气 展发 受阻 那么大地 转为活跃状态的时间 必然迟滞 因此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天之际在于晨 人体脏腹的代谢 和精神情质的活跃与欢愉 在什么时候 对胆和三交的 少阳的阳气的 依赖程度最强呢 那是在春季 那是在早晨 如果这个少阳 阳气不足 如果它展发 无力不足 时间到了清晨了 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 时间到了春天了 温度逐渐提高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人体五脏六伏的代谢 对少阳阳气的 依赖程度最强 可是你少阳阳气不足 对五脏六伏的代谢的 兴旺发达支持无力 于是精神抑郁症的 情绪低落 精神抑郁全身 无力 斯文 迟钝 动作迟缓 这些症状必然加重 在一年之中的秋冬 在一天之中的下午和傍晚 大多数脏腑的功能 开始慢慢有白天的兴旺状态 转为夜间的相对宁静的状态 相对低下的状态 我这里不是说的全部脏气 而是说的大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少阳一阳之气 展发输泄的这种依赖程度 也就降低了 于是上阳一阳之气不足 展发之气不足 也没关系了 我对你不依赖了 于是精神抑郁症的临床症状 在下午和傍晚 在秋季和初冬 也就明显缓解了 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 日照时间短的北欧北美 发病率明显高于 日照时间长的地中海盐 常常在地下室工作 或者居住的人群 发病率明显偏高 经常在室内从事脑力劳动 明显比在室外 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发病率要高 这都显示 抑郁症的发病率 和人们接受阳光照射的多少 呈负相关 接受阳光多 就不容易抑郁 接受阳光少就容易 我们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的证据是 2006年 抑郁症是1960年的十倍 人民生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室外活动少了 室内活动多了 电视 电脑 手机 进入家庭 人们在业务 人们在业余时间 包括孩子们 包括儿童们 放学以后 再也不像过去那样 我们在外头看到了 推铁环的 扔纱包的 跳房子的 跳橡皮筋的 老鹰捉小筋的 捉迷藏的 这些室外活动 你们现在还能见得到吗 没有了 孩子们 上学的时候 是在教室里 不见阳光 回到家里 就躲在屋子里头 看电视 看电脑 玩游戏 玩手机 见阳光少 运动少 难道这种生活的改变 和抑郁症的高发 没有关系吗 漫无生长 靠太阳 由于太阳光和热的辐射 加上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才是我们地面上 有了昼夜之分 有了四季之分 才是我们地面上的植物 有了生长化收藏 这样的生命节律 才换予了万次千红的生命世界 如何才能够摆脱抑郁症的困扰 好医生会有什么好建议 又会给我们分享 哪些好方法呢 第一个 郁闷情绪宣泄 人生在世 哪能一番风水呀 万一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困难和作者 你有些郁闷 怎么宣泄出来呢 我常见到的是这么一些方法 喊山 你清晨到公园 到郊区的山上 你会听 有人在那喊 他为什么喊 他心中郁闷 喊一喊 他心里就感到舒服一些 有一次我到乡山公园 在小路上弯弯气地走 我听着此起彼伏 人们在喊 当拐过一个味的时候 突然看到 我过去教的学生 现在在某一个医院当大夫 他在那喊 他看见我那脸红了 我说你最近遇到什么事情 来让你不高兴 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说 你在这里喊 一定是心情郁闷 谁在这里喊 还就能够得到宣泄 他说老师 我今年进主任医师 又没进生成 我的文章 我的年头都够了 所以我心里郁闷 没办法就在这里喊一喊 我说你为什么 不找个僻静地方 他说老师 我原来是在山后头来着 我刚喊两嗓子 就过来个男的 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在这里喊 我把你掐死 老师这是不是坏蛋啊 我要不要报警啊 吓得我就跑到 人多的地方来了 没有想到遇到了你 我说他不是坏蛋 他比你还郁闷 他比你还烦 他想到山里静静心 结果你在这喊 他就烦 我说他不是坏人 他说老师 你看我在僻静的地方喊 就遇到了这样的人 我到人多的地方喊 又遇上了您这样的熟人 我说你唱歌啊 他说老师 我一个人站在山坡上 唱着爱上委婉的歌曲 人家还不围观呀 我说你合唱啊 他说哪有合唱的呀 我说你等一会儿 这个山坡的南半山坡 有一个平台 八点以后 人们都聚集在那儿合唱 唱着这儿老歌 唱着这儿红歌 唱着这儿大家都熟悉的歌 还有人自动组织成乐队伴奏 每天的八点以后就是这样 所以唱歌也是一种纤细法 实在郁闷没有办法纤细 你也可以大哭一场 人们研究 人在委屈郁闷的时候 体内会产生一种 有毒的粘性蛋白 这种粘性蛋白 通过汗 通过尿 通过大便排泄不出来 只有通过眼泪才能排泄出来 所以痛哭一场 流了些眼泪 心里舒服了 情绪稳定了 为什么这种有毒的粘性蛋白 排出来了 当然有人说 那我想哭哭不出来的时候 切洋葱刺激刺激 流着眼泪行不行 不行 科学家检测过 切洋葱刺激的眼泪 不含有这种有毒的粘性蛋白 只有委屈的时候 动情地哭 自然流出的眼泪才有这个作用 当然不要悲伤过度 悲伤过度就容易消耗废气 哭的时候 当然你要在熟人面前来哭了 你不要吓着别人 运动 泡澡 桑拿 蹦迪 这都可以达到宣泄的效果 第二条 独见太阳 现代科学研究完全证实 当人得到阳光的充足照射的时候 大脑就会增加血清素的分泌 那么血清素分泌多了 就会让人活力充沛 心情开朗 所有抑郁症的人 大脑的这种血清素分泌都是低下的 这就验证了见阳光少的人 抑郁症 发病率就会高 所以人类要想得到健康的体魄 一定要回归自然 回归到话语生命的摇篮 独见太阳 我的朋友的一个儿子 高中毕业以后 就去了美国 读大学 读硕士 读博士 学成回国 开始创业 很快身价过异 可是他44岁的时候 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情绪低落 思维迟钝 总想着要死 痛哭难耐 痛不欲生 这位老朋友 带着他来找我看 老朋友告诉我 他现在一直吃着西药 效果不好 想让你给他开中药 可是这儿子说 中药那个东西 那是巫师的东西 那根本是心理疗法 草根树皮 怎么能治这个病呢 因为他接受了美国教育 根本就不相信中医能看病 他拒绝吃中药 他说好说 你就根本就不用给我开药 你就买了我也不会吃 我说既然这样的话 你现在还能够工作吗 哎呀 管不了 单位的事了 工作不了了 我说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他说我出生在河北平山 我说河北平山县 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的一个 那个时候的八路军的一个根据地 而且是解放战争 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地方 那是革命老区 我给你提个建议 你就背上背包 以徒步的方式 回到你的出生地 河北平山老家 凡是相间的大路小路 你都要走一遍 晚上睡觉 白天走路 不要怕太阳晒 吃饭就到农民家吃饭 你付人家钱 睡觉就到农民家睡觉 你也付人家钱 他说这样我的病能好吗 我现在实在是痛苦 我让你试试 同时我交给你的任务 那个地方在民间流传着很多 特别有意思的抗日战争的故事 你把这些故事通过采访 写成一本书 回来我要看 出版不出版 是另外的事情 他这次听了我的话 背上背包 回到他的出生地 没有想到 整个县还没有走完 他心情愉快了 体力恢复了 高高兴隐地回到北京 见到我 郝叔叔 我的病好了 所以有时候 你经过这样的锻炼 在阳光下 你的血清素分泌就多了 甚至晒过吃药 这个小子 现在已经好了好几年了 一样正常工作 对于精神抑郁症 我们怎么一旦和面对 得这类的病的人 都是非常聪明的 智商很高的 有机器敏感 敏润 有力求完美的人 如果他们的身体素质好 承受压力的能力高 那就是领袖 那就是率财 那就是科学家 那就是艺术家 那就是诗人 那就是作家 那就是大律师 大企业的管理者 如果身体素质差 心理承受能力差 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超过了自己身体和心理的 承受能力的时候 那就可能发病 所以得了抑郁症的人 怎么办 一定要找医生治 不要认为这是 健步的人的病 所以有的病人 这个第二次复诊的时候 他把那个处方的 他的名字那里撕掉了 他把血症状的那里撕掉了 就留下复方 说这是你上次给我开的方子 我说你为什么 把这个名字和旁边的症状 和我的辩证 治法撕掉啊 他说我怕别人看到 我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你看他自己就觉得 哎呀这个病是健步的人的 实际大家听过我的讲就知道了 能得这个病你是聪明的 不是健步的人的 那么不少精神造狂抑郁症的病人 常常是造狂和抑郁交替发作 于是也就叫做双向情感障碍 抑郁发作的时候 是用治疗抑郁的方子 造狂发作的时候 那应当是新火新阳 而少阳三胶和胆的阳气 更加抗生了 那就不能再用治疗抑郁的方子了 那你一定要找医生 把中药西药都得来换 来治疗精神造狂抑郁症的造狂发作 由于身体的原因 导致精神疾病的 还有什么病呢 我们又应当怎么应对呢 请看下 我们下期视频